因俄罗斯直升机工业公司的邀请 本台记者作为华文媒体 独家采访到了距离莫斯科以东 5700公里的乌兰乌德航空制造厂 今天播出的是系列报道第五集 俄罗斯乌兰乌德航空厂 有80多年的历史 已生产了8000多架飞机 航空厂总负责人说 航空厂与中国国防部和中国民航总局 是传统的长期合作伙伴 我不便称称积阳 今天虑新火車 代表参加了200多架飞加所 杉voltů 所有的计划 韩然小便跟中国 antar家 在此次的2020国际军事技术论坛上 乌兰乌德航空厂展出了 米171SH风暴军用武装运输直升机 米171直升机是米8直升机的重要改进型 目前已经出口到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 米171直升机 它比米8直升机 从技术特征和性能上来说 要比米8要更强一些 特别是飞机的发动机更强大 机身更加修长 近期乌兰乌德航空厂向中国交付了米171直升机 直升机配备了更强大的VK-2500-03发动机 这款直升机飞行员的驾驶舱系统操作更加简单 这里是乌兰乌德航空制造厂 米171生产车间的米171航空模拟器 飞行员可以用这个模拟器在这里模拟飞行 包括在白天或者是晚上模拟起飞降落 还可以在恶劣天气条件下 或者是恶劣地理环境下进行模拟飞行 升级后的米171SH风暴武装运输直升机 比之前的米8武装运输直升机 在武器装备上性能更强 能够装备各种型号的制导导弹 特别是能够摧毁坦克的攻击型导弹 这款直升机在2022年将会批量生产 米171SH直升机安全性得到了提高 机舱完全被凯夫拉尔装甲所覆盖 驾驶舱由钛合金装甲所保护 直升机配备有空中防御系统 凤杭卫视同潇华院立夜乌兰乌德报道